我们佛法说,这个地球是地、水、火、风这些因素合合而成的 因为它是合合而成的,所以当这个因素在转变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师父一再告诉我们说,大自然或者整个的人生其实都是无常的 在这个无常的人生或者世界当中,我们要居安思维 居安思维讲起来很容易,我们小的时候也常常看到很多标语写居安思维 还有说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那到底该怎么准备,怎么样才能减少人命和财产的损失 那我们继续来起教圣言法师,师父你好 师父你好 到底对那些灾民来讲,他们有没有从这些台风里面学到一些什么经验 是可以提供给其他的人来预防这样子的灾变带来的损失 人类的一部历史就是个灾难史 这是蛮悲惨的 从灾难之中过来增长智慧 还有从灾难之中过来增长同情心,同理心 人与人之间就是互足的心 所以灾难不全是坏的 灾难就是看什么样的这个心态来对待灾难 因为灾难本身是没办法避免的 这个天灾就是没办法避免的 它是客观存在的 客观的存在,那就是取取经验 那经验就是我们的智慧,是这样子 因此呢,在这个,过去因为台湾呢 台湾的台风没有这么大 好像,其实来到台湾 台湾不是来了,就是带来水灾 只有少数的人可能呢,会失踪了,会淹死了 但是没有像这个,在土石流那么严重的东西出现 那这个地震,也是几十年才来一次大地震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从这一些,这个灾难的过程之中 能够说到一些什么 对,到时候就不是那么慌乱 现在问题,我们就是啊,一般的人呢 成了侥幸的心理,就是大家临不到我吧 怎么,没有什么倒霉,怎么可能临到我 当他临到我的时候,临到自己的时候,一定来不及啊 所以大家从那个侥幸的心理,就没有想去了解它 这个灾难成因是什么 灾难,要发生,要一定发生灾难的这个过程之中 这怎么处理吧 这些,大家都没有 对,可能,所以就报纸上报道,热闹过一阵,大家又忘了 对啊,这个就是一种,很多忘,很可惜啊 非常,非常 像是灾难发生的时候,结果呢,没有吸取到经验 没有啊,又造成同样的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愿意再到 再来一次,这个上边,这个愿下边,下边,愿上边 大家一次推责任,互相的在这个追究 那,但是呢,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啊,应该是呢,我们这个全国上下,任何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本分为的准备工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就叫基安思维了 我举两个例子啊,在这个陶磁台风这个过程之中啊,有两个例子是值得参考的 有一个呢,就是在花莲的光复乡,有个叫建青春 嗯 那个地方有一个溪流 这个已经发生过两次 这个是水患 土石流水患 在前面两次是小的 或是大的 这次又大了 嗯 但是呢,建青春的有个村长 那个村是一个原住民啊 是三地 三地同胞,原住民 他那个村长啊 已经 就知道 这个 会有什么灾难来 他看到那个溪里边的水啊 嗯 又来又大 这个下雨 雨,雨量又来又大 嗯 而且呢,就看到有些石头往下滚了 他就 挨家挨户的 敲 敲这个 村民的 房子 门 赶快逃 赶快逃 这个麻烦会来了 危险 很危险 赶快逃 就这样子的时候 大家逃出去了 所以是整个的村庄里的房子 不能住的 哪一间房子能住啊 可是 村庄里的 每一个人 都是好好的 人都平安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啊 另外呢 在南头 有家人家 他们这些全家的人啊 就是在溪的边上 也在溪口上 嗯 这个 下大雨 他看到那个水啊 他自己家里的水 渐渐 渐渐上升 他说 我家里的水上升了 这个 这个很奇怪 他说 哎 突然间一下子啊 水没有了 嗯 没有水 他就心里想到 不得了 嗯 那边下大雨 是 雨还是很大 就是 水忽然反而没了 水反而没有了 他就 这一定问题 他说 不得了 这个水马上回下来 嗯 就是一定是 这个水啊 被那个石头啊 嗯 挡了个坝 嗯 暂时拦住了一下 暂时拦住了 这个不是个坝 这个就是 土石啊 对 赶快逃 他带着全家的人 逃出去 嗯 逃出去以后呢 这个 他的房子就不见了 去好走 走走了 哎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 一种 一种 一种经验啊 一个呢 对于土石流的 认知 他晓得可能很危险 第二个认知呢 就是 晓得什么样的状况下 他这个 灰热土石流下来 而是严重的状况会来 这个也是啊 也是一个认知 所以这个 防灾 防灾还是能防 对 至少生命可以保住 是 还是要多一份警觉 多一份准备 就可以少一点损失啊 我们常说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那么尤其呢 是从这个灾难里面 或者说从生死边缘啊 我们所学得的一些 这个经验呢 我想更是可贵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忘了 滑鼓山独特的禅乐尽教 体现自然景观 人文建筑 与心灵环保的和谐美感 庄严浮实的佛像 与殿堂艺术 提供采访者 身心自带的安定奔利 天灾啊 虽然是 这个就是说是无常啊 是会发生的 但是呢 天灾频频的发生啊 有时候跟过度开发有关系 所以师父 我们佛法说 人的福报啊 是有什么 一定的 有一定限量的 因为很多人就说 现在好像天灾发生的频率比较高 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度开发 或者说人的过度贪婪啊 过度的破坏 用尽了这个自然资源 所以大地呢 就开始反忽 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多尊重一下自然的话 灾害会少一点 有关系啊 这个并不是仅仅是我们台湾的问题啊 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啊 我们看 仅仅是从台湾一点来看啊 是不容易看得出来的 那直到我们台湾 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啊 它在变 变的时候啊 是从人呢 过度的开发 一个呢 海洋资源的运用 还有一个地下的 这个矿资源的浪费 还有呢 这个空气 污染 然后呢 这生命的 在破坏 对 有的三连力就是砍伐 那这一些呢 都影响了 整个的宇宙的 气候的变化 地球表面的 这个形状的变化 还有呢 这个风雨 色调的变化 全部都有 那么这一个呢 特别是这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到现在为止啊 科学的 科技的 法明 对 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了 突飞猛进 因此的被自然破坏呢 也突飞猛进 是 因此呢 这个地球的整个的环境的恶化 也非常的快速 对 那么这个呢 也可以说是 英国循环 嗯 我们本人不说大地反扑 很多人就说大地反扑啊 是 其实人的自助自受 大地没什么反扑不反扑 它是个自然 它不平衡那时候 对 它是要来 它就自然 调整 它直接调整平衡嘛 它都平衡 你说这一头清一头重 它一定要平衡一下嘛 是 那平衡那时候 这个就产生变动嘛 种种的状况啊 都使得我们这个地球 会产生变化 它一变化之后 当然灾难只然会来啊 嗯 这个变化的时候 是渐渐变的 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突然间产生 一个犯的现象啊 就会发生啊 嗯 所以我这预言啊 呃 不会 我是不会预言 但是从 以现在的因果律来讲 从因果的观念 因果律来讲的话 人类如果不在机制的话 是 这个大灾难 还在后边 是啊 更大的灾难 还在后边 而且师父有没有发现 现在各种啊 以前没有发现的怪病啊 越来越多 是不是跟这个环境破坏 也有关系啊 嗯 这个跟 一个是环境的破坏 一个心理的状况 嗯 这个都有的 他们现在出现很多 新的病毒啊 新的什么 都是以前 没有看过的 是 那另外呢 就是拿我们台湾来讲 嗯 我们台湾的人呢 对环保的观念啊 呃 这个还是很模糊的 对 大家 就知道 呃 这个说 过度的开发 嗯 是不好的 我要请问 为什么会过度的开发 呃 因为大家想吃 譬如说 大家说想吃高山蔬菜嘛 高山水果嘛 然后呃 种槟榔卖的好嘛 然后呃 就是土地不利用很可惜啊 要盖房子啊 呃 要挖那个 要为了要盖房子 要挖那个沙石啊 很多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嘛 是不是呢 师父 是这样子啊 你这个说得非常好啊 呃 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是 这个物质的追求 就是追求物质的享受啊 也是无止境的 呃 追求物质的拥有啊 也是无止境的 因此呢 他是向谁去 要这个无止 像大地母亲啊 对啊 就是向大地去要啊 结果呢 就是变成过分的开发 那 什么叫做过分的开发 就是 就是不应该 去浪费的 糟蹋的 破坏的 而去 破坏了 而去浪费了 而去糟蹋了 所以糟蹋就是 污染 嗯 这个所谓破坏 就是呢 原来是完整的 结果变成残缺的 这浪费 所以本来 可以不用的 结果呢 用了 所以这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 我们 就是台湾的人呢 是 很少了解这个 这个问题 所以这为什么 就是骂人家 这个过分的开发了 不等他开发了 气一怪了 为什么他们会开发 没有想到 可能是自己造成的 自己自己嘛 每一个人 因为要满足自己的愿望 每一个人 不是 不是那开发的人呢 开发的人 当然是有问题 是 我们每一个国民 都是有 都是 都是帮凶 是 哇 师父的话 给我们很大的 这个警惕啊 其实 这整个的环境 是 这块土地 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凭借 那么 是我们的欲望啊 在让我们破坏了 我们生存的环境 然后最后造成灾难 也是毁到我们身上 这个问题真的值得 大家好好的喜事 感谢观看 刚刚圣言法师给我们一个当头棒喝 他说关于大自然环境的破坏 每个人都是帮凶 是我们的贪婪来过度开发的土地 那么我记得圣言师傅 你在一本叫是非要温柔里面 有一段文字好喜欢把它写下来 你说自然之源是地球的血肉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拆母亲的骨骼 是在抽母亲的血液 是在踢母亲的皮肉 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 我觉得好震撼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是却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或者把生育我们的母亲 真的糟蹋的面目全非了 其实我们说地球是我们的母亲 很少人想得到 很少人体会得到 认为 这是块地嘛 怎么说我的母亲 怎么说我的母亲 其实我们是从 因为有土地 我们身体上才有这个身体的 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是从土地上出来的 从海洋 从土地 这是整个地球嘛 地球上来的东西嘛 是 因为眼镜的结果才有我们 但是呢 如果把地球糟蹋了 我们这个人类就没有存在的 对啊 这个地球还有多少时间 能够给人类生存呢 是个大问题 我并不是那么悲观啦 所以说末日一定要来了 我不会这样子讲 但是呢 一定要有警觉心 是 还是要转视为 这地球资源是有限的 是 石油是有限的资源 森林是有限的资源 水 水应该是无限的嘛 这当然水是有限的资源 是 样样东西都是有限的 我们 很幸运 这些都很珍贵 可是因为它好像就存在你身边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反而觉得说 不是那么珍贵的 所以这是复报 我们讲的是复报 我们很有复报 生在地球上 是有这些资源 现在我们浪费这些复报 我们浪费了复报之后呢 我讲起来更可怕 第一 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呢 没有生存的环境了 是 资源全部消掉了嘛 没有了 第二 我们自己的复报 响尽了以后呢 将来 到哪儿去 就是说我们死了以后 我们的灵魂也好 我们的神识也好 我们的未来 到哪儿去 我们 不要说 哎 死了以后 这个地方没有了 我就到天国去 在这个地方呢 响尽的复报都响尽了 天上的佛是领不到我们了 我们地球上的佛都响尽了 我们并没有啊 造佛于人情 我们如果说是对这个地球上的人造佛 对我们后代的子孙造佛 陪佛 那我们有机会上天堂 在天堂就上天佛了 可是我们在地球上呢 浪费资源 想尽佛报 到最后呢 我们那地方走的 我们到地球里去了 那个地方呢 到了地球里边呢 没有水喝 没有空气 就是在那边 永远是 这个 是在住了一个什么 非常的 这个 这个 一个是非常寒冷 或者是 或者是非常的 酷热 酷热 那这个是把寒地狱 把热地狱 是到这种 这种世界去 那这个 就因为在地球上呢 我们活着的时候 把福报想尽了这关系 所以是呢 站在 作为一个副教徒的立场也好 站在一个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立场 是不是副教徒 没有什么关系 也应该 都记一些德 少想一些福 这个 我经常讲啊 需要的也不多 对 我们的生活里边的需要的不多的 想要的也太多 是 因为为了想要 结果呢 我们 每一个人都在想要 想要吃的好一点 想要住的好一点 想要穿的好一点 想要 生活的环境啊 这个舒服一些 想要开的车好一点 冷气 开强一点 强一点 这个 这些东西 多是地球的资源 多是在破坏地球的资源 浪费地球的资源 然后制造很多的污染 制造污染 就是 做坏事了 做坏事的人 那就不从好心啊 为什么呢 贪心 贪得无厌的心 真的 人的需要不多 想要太多 可是呢 如果你想要的太多 那么 就太贪婪了 那么太贪婪的结果 就是地球资源的破坏 那也欢迎你 在下一次继续 跟我们一起分享 活化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